4月25号,李克强总理就尼泊尔地震向尼泊尔总理科伊拉拉致慰问店,慰问店全门如下 痛惜尼泊尔发生强烈地震,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不幸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 对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表示诚挚慰问 尼泊尔是中国的亲密友好邻邦 我们对尼泊尔人民的遭遇感同身受 愿根据尼泊救灾需求提供紧急援助 我相信在总理阁下的领导下 尼泊尔政府和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 早日重建家园